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6号星期日 欢迎大家参观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丧事喜办,中共为疫情准备庆功宴 我看了今天的这个新闻,我就非常的愤怒,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讲这个事情 本来我们今天准备了其他的一个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闻,我们今天准备了其他的一个议题 不讲不行,先说新闻 新华社报道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将于9月8号上午10点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然后是中共主书记习近平向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颁受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大家大会还将表彰 全国抗击疫情,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继承共 党组织 然后是这个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然后新华网,人民网,反正所有的都会同步转播 这是一个预报,就是预报准备要庆功了 这是中共的习惯做法 你看一下今天的新华网的编排,我读一下头条,大家听一下 头条标题 统帅的号令 胜利的方向 人民军队坚决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执行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任务即时 这是新华网今天的头条 二条 系列报道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这是系列的标题 然后题目,一切为了人民写在全国 防汛救灾局的阶段性重大胜利之时 这是中共的老套路,丧事喜办 然后把任何一场灾难 变成对中共的无耻的吹捧 对中共总书记的无耻的吹捧 就是这件事情 然后大家就开个庆功宴 盘观相庆 把这个死难的人就放在一边 其实疫情离我们并不远,刚刚发生过没多久 所以 我想在这个节目里面还是把我们 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对疫情的报道梳理一下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我们频道的首页 我们有个武汉疫情系列的 报道 有一组视频 就是我们 在整个的今年武汉疫情的过程当中的所有的视频都放在里面去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看看武汉疫情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别是一些新翻墙的网友 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大概的总结一下 总一下武汉疫情的几个基本事实 第1个 武汉疫情病毒来源 对不起 武汉病毒研究所 这是一个 中国级别最高的一个病毒研究所 他发生了泄漏导致的这个疫情 这是第1个 第2个 中共为了不影响过年气氛 对武汉疫情的爆发秘而不发 把疫情的情况 整整的压了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没有采取任何的防御措施 就是当 当这个 卫生 叫什么 卫健委 卫健委的 专家 专家组 的成员 到武汉去调研之后实际上 进行调查之后 实际上当时已经有非常清楚的结论 两件事 第1 武汉肺炎病毒 第1人传人 这第1个就是人传人他已经是人传人 第1个 第2个 他已经在武汉已经发生了社区爆发 这两个 结论是非常的清楚的 有了这两个结论非常清楚的结论应该马上进入动员状态 而且首先武汉要采取措施,武汉及周边城市都要采取措施 但是这件事情 整整的拖了多长时间,三个星期 整整拖了三个 实际上 老实讲,实际上在武汉 在卫健委的专家组去武汉之前 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有结论 因为在武汉已经发生了大量的病例 武汉各大医院已经有 足够多的病例来证明我刚才讲的这两件事情 但是首先第1个 把疫情压在那里 压在武汉市,武汉和湖北省 没有向中央报告 等着他们把主要的活动 湖北省为了搞一些自己本地的活动,把这个疫情压下来 等这期活动完了以后再去上报 上报以后 中共把他压下来 实际上去压下来的人是谁?就是习近平 基金把他压下来,过完年再说 过完年到了1月23号 武汉封城 然后才进入一个状态,但是仍然没有进入一个 全国性的动员状态 直到25号 政治局开完会 才进入动员状态 整整拖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 这就是决策性,造成什么? 这个决策性的错误,造成全国性的蔓延 这是武汉疫情的全国性的蔓延 这是第2件事 第3件事 中国一直向国际社会隐瞒疫情 隐瞒疫情,然后世界卫生组织 一直在配合中国 向全世界发出 非常错误的信号,与事实相反的信号 一开始配合中共,说武汉疫情不会人传人 然后武汉疫情没有扩散等等 一直到 1月底 世界卫生组织才告诉大家 武汉疫情出现人传闻 需要国际社会进行防备 但是那个时候仍然不建议旅游 进行旅游控制 就是游客控制 要大家不能够 这个 不能够这个 进行旅游限制 这是第3点 第4点 武汉是武汉 肺炎疫情的重灾区 武汉人民损失惨重 因为肺炎疫情 死伤无数 因为次生性的灾难死伤无数 到现在没有正式的数据 疫情过后,武汉有400万人 少了400万人口 目前下落不明 没有说明,政府没有出来说明,为什么武汉人口少了400万 这是第4,第5 湖北省也是重灾区 死伤无数 全国各地死伤无数,没有准确的数据报告出来 政府公布的所有的数据都是假的 隐瞒数据 我们总结一下 在武汉疫情上 中国有 中共,我应该讲中共,犯了三个严重的罪行 第1个,草菊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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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病毒所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状况之后,他们是很清楚的 他们是很清楚的 但是没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但是没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导致 这么多人命的伤亡 这是一个罪行,第1个 第2个,决策失大 武汉封城延迟三周,导致这个疫情扩散 这是第2个 第3个,隐瞒疫情 导致疫情的全球性爆发 使伤无数 这是三个最重要的 罪行 后果 中国重创 全世界重创 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关系崩溃 主要是中美关系崩溃 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一下 等一下我可以讲一下崩溃,整个崩溃吧 那么中国应该做什么 当然不是庆功宴,不是表彰会 中国现在哪有脸开这种表彰会,所以只有中共 这么无耻才能还开这种会 第1 中国应该干什么 第1 中共向全国人民谢罪 向全世界人民谢罪 这是第1 第2 公布病毒来源的真相,整个做全面性的调查 并且公布这个调查报告 第2,第3 公布全国 因为疫情死难者的名单 一定要公布名单 第3 在全国建 死难者的纪念碑 这是第3 第4 追究责任 从上到下 都要追究责任 中国应该做这四件事情 而不是在这里谈官相庆 无耻的做这种事情 我不知道用什么愤怒的语言来表达 我知道我就是非常愤怒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讲一下 我经过了整个的疫情的报道的过程,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很多的网友经历了整个的这个疫情的报道的过程 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共的问题是什么 他知道他自己在撒谎 他也知道,你知道他自己在撒谎 他知道你知道,他知道你知道他在撒谎,他还在撒谎 就这样的语言 好,我来讲一下 讲一下中国,因为疫情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崩溃,崩溃到什么地步,现在情况是什么情况 之前这个杨洁篪 杨洁篪是中共外事办主任 那么 跑了韩国 跑了新加坡 然后呢,这次呢,然后王毅就去了欧洲五国 王毅刚刚回来,这个杨洁篪又去了缅甸,西班牙,希腊 然后就回来,回来接受了新华社的书面采访 什么叫书面采访 就是 其实 就是他写了一篇发言稿 写了一篇发给新华社,新华社呢 把他发言稿前面加了几个提问,问句 就变成一个书面采访 就这么来的 那么从这个书面采访来看 杨洁篪空手而回,除了给 缅甸一些投资承诺以外,啥都没得到 啥都没得到,就说 我们这次,杨洁篪出去采访 新闻媒体也没什么报道 基本上没什么报道 所以 你可以看到 杨洁篪 跑亚洲,跑欧洲 然后王毅跑欧洲 然后这个杨洁篪又跑亚洲,又跑欧洲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你看 一个亚洲 一个 两个欧洲,然后他之前是两个亚洲,一个欧洲 然后王毅就是跑欧洲,欧洲五国 那么前后跑了11个国家 都是空手而回,为什么空手而回 他们去干什么 他们两个目的 第一个 当然就演戏啊,演戏给大家看,你看 我们跟世界国国关系还不错 演戏给中国人看,演戏给外国人看,但是问题是 这个戏没演好 王毅在欧洲被大家冷落到 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看到 这个德国外长的那个记者会,那个动作 德国外长有一个东西落在 王毅的讲台上 他把那个东西拿回来 他是怎么拿的,他是 这么拿回来 然后往桌上一摔 就这个态 王毅得到的是一个这样的待遇 那么杨洁篪没有公开任何的访问 杨洁篪所有的访问都不是公开访问 因为他是中共 中共官员,他不是个 他不是政府官员,所以他所有的访问都是闭门的,没有报道 那么这个没有报道,其实 你怎么说都行 但是我看他的新闻稿里面 没有成果 没有成果 所以可以显见 中国现在的整个,我之前讲过,讲过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就是当中美关系 失去了 政治基础的时候 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就两条 第一条,对美国来说 中国你不能是美国的威胁 那么 对中国来说 美国保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中国是对中国是原则,对美国是政策 上次有个网友纠正我 我还不记得 他的纠正是对的,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中国的原则 对美国来说是一个中国的政策 那么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对美国来说 中国不对美国产生战略威胁 这是政治基础 现在中美关系的崩溃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的崩溃 因为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国产生了战略威胁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战略威胁的话,那么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就不存在了 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存在,中美关系就面临的激烈的对抗 这是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导致中国整个的对外关系开始解体 中美关系开始解体,中国对外关系的解体 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中美关系的破裂 但是中美关系的破裂仅仅是一个诱因 真正导致中国和欧洲 和其他国家的 关系的破裂 主要是中国跟欧洲的关系的破裂 核心的原因是两个 第1个就是疫情 在疫情方面,中国把 在疫情一系列的作为 让整个世界 明白的了解中共是什么样的政权 这是第1个,疫情 第2个 香港问题 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 违反一国两制的高度自治的原则 那么把香港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 违背对英国的承诺 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这件事情对中国和欧洲的关系是灾难性的 是巨大的破坏和冲击 然后这次王毅 在欧洲 威胁 威胁 捷克的这种言行 也是让欧洲欧盟的国家 明白 对于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中国的作为是什么?所以这一系列的动作后面 产生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对外关系 主要的,它和主要的国家的关系 正在解体 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 那么我今天其实准备了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话题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在中美关系 发生剧烈的冲突的时候 美国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 这个立场其实 我们之前讲过一系列的,美国在做一系列的动作 就是川普政府 在做一系列的动作,什么动作 就是把原来模糊的 台湾对台 或者是 台海政策 变得清晰化 就是说 原来 原来是什么?原来 过去40年 中美建交40年 美国历任政府 都采取一个政策,策略叫 模糊战略 战略模糊 叫战略模糊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 避免 避免表态,避免表什么态呢?就是 一旦台湾受到中国大陆的攻击 美国会不会协防台湾 这个问题 这是个非常关键和核心的问题 过去40年,美国所有的政府,历任政府 都对这个问题 不表态 叫战略模糊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两边 都保持克制 就是说 大陆这边,你不知道美国会干什么 所以他不敢乱来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台湾那边 也不知道美国会干嘛 就是说 他也不敢乱来,因为 如果美国明确的表态 表态什么,说我会协防台湾 那台湾就会干嘛 台湾有可能台独 因为既然美国协防我 他会做很多激怒 大陆的事情 翻过来 如果 美国明确表态,我不会协防台湾 那 可能解放军就直接渡海了 所以 美国在过去40年,他采取的策略是战略模糊 我不表态 我不表态的结果是什么,我不表态结果双方都 都不敢 做得太过分 这就是美国的立场 但是 实际上这个情况在发生变化,发生什么变化 大家有没有留意 川普政府的对台政策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明确 越来越明确,为什么 9月2号 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这是个专门报道美国外交政策的 刊登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必须毫不含糊 那么作者是谁呢,作者是美国外交关系 卫交关系协会的会长 叫哈斯 还有他的研究员 David Sacks 他们这篇文章在讲什么呢,讲这个 战略模糊已经不合时宜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在南中国海 中印边界 中印边界,新疆台海周边 和香港的行为 在这一系列,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系列事情的 行为表明 美国必须严肃地看待 中国武统台湾的可能性 防止 防止台独 已经不是美国最主要的关切 大家知道 战略模糊其中有一个核心的 目的是压制台独 因为台独可能会导致大陆的 武力攻台 美国被迫卷入这场战争,美国不想这么干 所以战略模糊其中一个战略重点是压制台独 他这篇文章认为 现在 对于台海来说 美国的最重要的 这个战略的威胁是 习近平会武统台湾 而不是台独 那么文章是说认为 美国是时候改行跟章采取 战略清晰的政策 否则等到中国对台湾采取行动 美国再决定是否介入 这是一个灾难性的药方 两位作者建议什么呢?建议白宫 以总统声明 和行政命令的方式 重申 美国对一个中国的支持 但同时 毫不含糊地表明 一旦台湾遭到中国的武力攻击 美国必将会做出回应 不过声明要明确地表示 美国不支持台独 防止台湾利用这个美国的新的政策 制造新的麻烦 是这样的 大概就是一个,这篇文章呢其实是反映,在反映什么呢 在反映美国川普政府的一个 政策的取向 川普政策的政府取向 大家还记得呢什么,大家还记得 我们这个星期的初 就是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史达伟,8月31号 在这个传统基金会上发表对台政策的讲话 进一步把这个 就是 解密,解密两个电报 解密这两个电报,之前在解密什么 解密里根总统82年对台湾做出的六项保证 实际上解密了两块,一块是去年解密的 里根总统的六个保证 是去年解密 那么8月31号再解密 根据这六个保证 六项保证的两个机密电文解密 实际上是 把这两件事情解密之后,实际上呢 美国的对台政策其实是非常的清晰的 就是美国对台湾做出安全 承诺 这是 非常清晰的 就是 这个承诺是非常的明确的 实际上白宫在把 对台政策 清晰化 已经做得非常的 非常的明确了 只不过呢 这篇文章建议呢 出一个行政命令 或者出一个总统声明 会更好,更明确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之前的这个 1995年,美国国防部的一个官员 在什么时候,我跟你讲 1995年11月 当时是什么,当时是1995年的夏天 总统李登辉 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 然后就 解放军就演习 导弹试射 到了96年的3月 那在总统 就是台湾直选中第1任,第1届直选,直接选举总统 总统之前 然后就是解放军又在台海周边 试射导弹 试射导弹 作为回应 总统克林顿 派了两艘 航空母舰战斗群 一个是尼米兹号,一个是独立号 去台海的周边海域 然后尼米兹号 还 从台湾海巷穿过,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然后就是整个的演习马上就停下来 当时马上就停下来 而且马上 马上通过这个中间人向 向美国那边告诉美国 说我们不会发射石弹 我们会发射空弹 不会直接做那些动作 然后就 就全部,一下子就全部停下来 然后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11月份 就是96年的11月份 96年的11月份,当时国防部安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 Josh Nai Josh Nai访问北京 北京的官员就问他 问他,如果台海发生冲突 美国会做什么反应 Nai的回应是什么 Nai的回答是没有人知道 那必须视情况而定 到了12月,Nai在亚洲协会的演说中重复这个说法 表示美国在台湾 台北和北京两岸发生冲突的时候 的反应没有人知道 其实 就是官方正式的反应 这个还有效果 这是谁说的呢 这是 国防部,中国 事务的主管官员 博斯科 他是前官员 他认为 也是应该,他也认赞同 刚才那篇文章里面提出来的要求,他说 最好有一个正式的声明 把这个政策清晰化 不要再战略模糊,因为现在战略模糊对美国不利 这就是目前 目前 这就是目前 在美国的政界的基本的取向 就是认为 对美国的对台政策应该清晰化 清晰化的前提是什么 清晰化的前提 就是一系列的政策要到位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两岸关系将会是从这个平衡 变成一个这个平衡 为什么 因为美国 明确的站到了台湾的身后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 后面那个主题我就不再 展开了说了 就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 讲到这,总结一下 第一 北京准备 中共准备 丧事喜办 为这个疫情准备庆功宴 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可耻的行为 那么中共应该为此向全世界向全国人民 谢罪才对 不是庆功,哪有庆功的意思 这是第1 第2 杨洁篪 回国,那么杨洁篪王毅跑了11个国家 空手而回 那么中国对外关系已经基本上在解体当中 这是我的结论 然后就是美国,美国华盛顿,因为外交事务也好 这几个官员也好,都是 华盛顿研究,因为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其他的官员都是 都是这些 政策的研究的部门 就是跟政府 政府部门和政府研究部门 他们的看法 那么这一系列的看法表明什么 表明 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准备 把对台政策,由战略模糊变成了战略清晰 当战略清晰发生之后 两岸关系 将发生一个本质性的变化 什么叫本质性的变化 因为在两岸关系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 武力攻台 或者叫武统 就是大陆经常用武统 来威胁台湾 如果美国把战略模糊变成了战略清晰的话 那这个 这个武统的威胁 就烟消云散,不再存在,因为 因为这就很明显,当美国宣布我会协防台湾的时候 那所谓的武统 他们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中华民国的部队了,他也面对美军 这就不存在武统的问题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问题、观点 情绪 OK,我们进入互动 鸣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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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前几天和一个留学生聊天 我们在很多方面有 看法有共识,包括人权 香港 新疆内蒙等问题 但是在两个方面没有共识 一个就是疫情防控,我认为中国 其实控制的不好,一刀切 得不偿失,可是他不同意 他觉得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很好 国内控制的很好 其他国家很严重,现在还得戴口罩 他把中共的问题归于腐败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应该如何,以什么心态 思想去看待左派 共产党独裁这些问题 请王老师指点,谢谢 特别是国内,国内很多的网友 都很欣赏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事情 就是中共用非常强硬的手段,把大家封闭在家里 这样的话很快会阻断对疫情 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就是说 你可以看 在美国发生的一件事 在美国发生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个州不一样,每个州有不同的政策 那么有些州,他的这个防控的措施更严厉一些 有些州呢防控措施更松散 更松散的地方呢,疫情就控制的没那么好 那么严厉一点的地方呢 疫情控制的情况就比较好 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这就和什么有关系 和我们的成本有关系 就是我们 我们要对抗疫情,其实是需要付出成本 这边要付出我们日常生活的成本 这边要付出人命的成本 那么在 在很多情况下 一个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理想的状态就是 我们有科学的依据 采取 符合科学依据的防控措施 适当的防控措施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中国 整个2月份全国封停 全国性的封停 全国性的封停 当然它对疫情的防控来说 比较有效,因为 因为没有人在马路上走 所有人都封在家里,你怎么会传播?传播不了 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手段,这个极端很多人很赞成这种手段 但是赞成这种手段的人,其实呢 他大部分都没有被封在那房子里 只有封在那房子里的人 才知道 封在那房子里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你可能封在房子里 被饿死的人 因为其他的疾病,没有得到救助死掉的人 比那些因为疫情死掉的人 还要多 只是你不知道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判断错误最大的问题来自于两点 第一点 就是迷信权利 来自中国的网友,包括我本人 我们都有迷信权利的倾向,为什么 因为 中共的洗脑其中有一点 所有东西都有一点 就是我只要用权力 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包括计划经济 其实 其实权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包括计划经济 你以为计划经济是计划 计划经济今天生产那个是计划,不是的 计划经济最重要的特征,大家没搞清楚 计划经济的特征,其实计划的不是经济 是人类 就是不是我生产多少大米 我生产多少双鞋 他没有计划这个 他这个计划不来 他只能 脚踩西瓜皮到哪里 他计划的是什么 他计划的是人,你消费多少鞋 你这个城市一年 我真的一看一下,我能生产10万双鞋 你这个城市 就发10万双鞋票 大家拿评票供应 多了我就没有了 就是这样,他只是计划你的 你的消费,他没有计划生产 中共的计划经济其实最根 归根结底是什么 归根结底是你的人类的行为 因为他那个根本搞不定 所以翻过来就是 迷信权利是中共洗脑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我们很自然,很自然的迷信 用这种权利的方式 能把疫情控制住 这是第1个 这就是洗脑的结果 第2个情况 第2个因素是,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事情 你根本 根本没有衡量 是非利弊的条件,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知道什么对什么错 什么好什么坏 你根本不清楚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国内网友根本没有评判这件事情的条件 所以我觉得 要多看 多了解情况再下结论 所以中共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有多好有多坏 不要那么快下结论 你多看一看 你认为你掌握足够多的资料你再去 发言 会比较好 好不好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有两点 有两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判断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 在一个信息匮乏的 状态下 你比如说像疫情 疫情我们其实信息不多 但是这里面需要什么呢,需要一系列的判断,而这些判断 我们的资料又很少,怎么办 这有两件事情大家一定要了解 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对中共的行为模式 要了解 就是他这么做背后什么意思 他这么做背后什么意思 他会 耍什么滑头等等,你要对他的行为模式 要了解,这是第1个 第2个 你对中国的实际的情况要了解 比如说武汉 我很多年都没去武汉 但是你让我上网搜一下武汉的情况,我就大概知道武汉发生了什么 或者武汉是什么样的情况 为什么,因为我去过武汉 我基本上全中国都去过 那么我知道 他是个什么样的基础,他那边的民风是这样,他们的环境是这样 你必须有一个这样的感性的认知 再加上 这些资料,你才能够对一件事情进行一些判断 这个判断 让你对现场有个了解 所以这个是 不容易的事情 不容易的事情 好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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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行不易必自闭 子骨代之 OK 疫情破坏了无数人的岁月静好 苏共搞出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共搞两次 两次搞出疫情,独裁是对全世界的威胁 东野主人,谢谢 谢谢 鱼子子子,谢谢 听说从9月开始,武汉街头有很多人 开始烧纸怀念亲人 转一条网友留念 昨天晚上我家门口那条马路边 整整齐齐的码着十来个圈 里面堆满了烧完的纸钱 看得出 是不同的人画的 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我家楼下倒闭了好几家 各式各样的店铺 买衣服的,卖花的,卖锅盔的 但那家办白式的小店子还重新装潢了一下 情绪 武汉鬼节烧纸 场景沉默悲痛 真是死亡人数只有鬼知道,中共不敢建纪念碑 建纪念公园悼念死事 病逝的人 那些连数字都不是的人 默默的被爱 他们的人 他们的家人纪念 就是 其实 我觉得中共 最坏的地方在哪里 中共最坏的地方 就是 他一直把中国人 当作实现他们政治理念的工具 或者是 原材料 这是中共最坏的事情 中共从建政到现在一直在干这件事情 中国人民一直是他们的 中国人民是中共的铜墙铁壁,这是谁说的 赵立坚说的 他真把真相说出来 中国人民是 被中共拿来做他的铜墙铁壁 那是什么 那是原材料 那就是原材料 这是中共最坏的地方 这个 国内绝大多数民众 陷入了agland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误区 集中的力量的背后是老百姓的牺牲 军要沉死,沉不得不死 包括这只红水 在民主国家行不通,需要平衡再平衡,熟悠熟劣,值得深思 没有什么优劣的问题 如果你是那个不惜一切代价的那个代价 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实另外一句话叫什么 叫不惜一切代价 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你想 你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啊,你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这里的 但是你一个国家是需要很多力量去维持运行的 你那些力量就没有了,那些没有力量的事情会怎么样 掉到地上了 掉到地上是意味着什么 我举个例子 你当你集中力量去办一个 奥运会花2000亿 开一个G20峰会的时候 那你可能社保基金就不足了 因为钱都拿去花这个了 那很多退休工人就拿不到工资了 退休金了 这就叫集中力量,你以为集中力量你光看在那个大势去了 你忘记了力量 集中到那里去,其他的地方全掉地上了 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中共永远不告诉你这个 掉到地上的这些事情 他只告诉你我办成了这个大事 理解吗 所以这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如果连这件事情都没搞懂 看懂中共的这个可能性就很小了 因为集中力量办大事 很有 很容易明白 大家很容易明白,中共总共才10块钱 本来这10块钱是维持一个国家各个方方面面的 费用 对不对 有养老金 有医疗,有教育 有交通,有运输,有副食,有主食等等 维持要10块钱 你集中力量办大事 10块钱砍到5块钱 5块钱拿去办大事了 你剩下这些事情本来要10块钱的,你现在只剩下5块钱 意味着什么 很简单 不难 这一点都不难理解,你光看见那大事办成了,没看到后面就一塌糊涂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这是一个最初级的 最初级的对中共的判别 最初级 观点,200斤 庆功是打总链冲胖子,强行冲洗 心理脆弱又好大喜功的独裁者 面对失败会陷入偏执和幻想 这和隋朝末年 隋阳帝搞砸了以后,反而大张旗鼓的巡游江都是一个心理 心态坏成这样 可以肯定中共的政策会越来越不切实际 至少面对欧美的质疑,外交会越来越战狼 甚至中共会主动放弃用中国市场 让西方闭嘴的办法 欧美联合,且与中共脱钩过程有包子在旁边,亲自加速 会比现在预期的更顺利 我们就说正话,不要反话 说正 就是顺向 顺向表达 观点,所谓顾大家舍小家,背后的逻辑就是任何人的利益 在大环境下都可以牺牲掉 只可惜国内很多的人阅读理解没学好,听不懂言下之意 情况,前几天 武汉 收护照的时候,有武汉的公务员说过 武汉仅仅医院里死掉的确诊人数高达5万 不包括人道灾难造成的死亡 和死在家里的疑似肺炎 他们也怀疑是武汉 武汉病毒所泄露 只不过他们负责的领域是药品 只能知道医院死亡人数 情况加情绪 观点加情绪,每次提到武汉肺炎疫情 心里就非常难过 就会想到李文亮医生 就会想到方兵拍下的一车一车的尸体 就会想到追着林车撕心裂肺喊着妈妈的女孩 中共一再强调疫情突如其来 可事实就是一场人为的滔天大 大祸 如今他们依然 这样做,我相信天上的亡灵绝不会放过他们 所以其实中共最厉害的是什么 最厉害的是玩文字 武汉肺炎疫情是突如其来的,他讲突如其来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天上掉下来的 突如其来嘛 但 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掩盖什么 掩盖他们压了三个星期 这件事情 压了三个星期,那怎么突如其来 怎么肯定不是突如其来 早就知道了吧 只是你 你不公告吗 所以 你要理解 中共讲的每一个词 就是他们变成公共语言的时候 他们背后都有非常可耻无耻的目的 就是有 不可告人的秘密 就是突如其来这四个字 背后不可告人的秘密是什么 就是他们把这件事情 生生的压了三个星期 就是过万年 就是把年过完,我才来说这个事 这就是突如其来背后的 肮脏的东西就这些 情况,我回答一个网友问的,欧洲各国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死亡那么多人 而为什么没有向中共国索赔的原因 自从武汉疫情蔓延开始 各国政府先后实施居家隔离策略 策略 熟成封城,加上民众开始勤洗手 戴口罩,所以 与去年同期死亡人数相比 反而有所下降,因为通常冬季和春季流行急性 肠胃炎 病毒性流感 过敏等 疾病在近年大幅下降,所以 欧洲人对武汉肺炎引起的死亡人数没有太抵触中国 因为目前来说病毒是天然产生,无证据来自实验室 你这话不对 就是武汉病毒所的 我有个节目 专门讲这个故事 你可以去看,我们有一个武汉疫情的系列报道 我们所有的 都在那个系列报道里面,大家可以去看 因为 当然 欧洲可能有些国家,他们没有自己的 调查 所以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但其实这件事情 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是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不是不清楚 没有什么 以目前的条件来看 这个结论是最靠谱的 观点 知道政府在撒谎的其实是少数 国人真正的认识是 没有中国严格的管控 他们可能已经死去了 也这就是洗脑的结果 殊不知真正的问题 根源在于隐瞒 真正的问题在于信息不透明 绝大多数相信中共,这才是可怕的 如果能把墙推倒 可以让一部分人醒过来 观点,其实武汉病毒 对于中共来说确实是一件极大的喜事 说明中共研究出一种 真正的感应超美的超限战生化武器 只需要施政力们继续弄把力 杀伤力跟传播力更强大的2.0版本,一定可以研发成功 那么中共政权可以再延续20年不成问题 老实讲,我一点都不喜欢,也不欣赏这种反话,说反话的意思 如果你是正的意思的话,那你可以离开这里 如果你真的想说一些反话的话 我就一点都不欣赏 为什么 你觉得这样讲的很过瘾吗 我一点都不过瘾 观点,中共的这次病毒泄露是否是无益的,很难判断 毕竟病毒只有通过病毒携带者才能进一步 污染扩大,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这次疫情 发生在中美经贸战谈判期间 只是特定的传播方向 可操作性非常困难,所以 只有通过 对全世界的传播,才能最终能够对特定国家造成最大的伤害 传播过程中的国家只不过是路径而已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这种 这种判断 太不符合常识 你要去攻击美国 我就先在武汉传播 其他地方都是路径 美国跟中国隔这个太平洋 这什么什么思路 什么思路这个 我觉得 这太不正常,你不觉得可能会在中国先传播开吗,然后再传染到美国去 疯了吧这个 这个逻辑不成立吧 观点,西方的价值观是所有人平等 强者对弱者有保护的责任,而不是欺凌 国与国也是一样,小国在地位上和大国是平等的 大国需要尊重和保护小国,而不是欺凌 王毅针对捷克的发言则明白地表现了中共的价值观 就是欺负小国家 所以造成了那么大的反应,欧盟是一个平等的国家的联盟 王毅却以为搞定德法就可以了 所以中国跟欧洲 谈是鸡同鸭讲 两种价值观的冲突表现出来以后 欧洲就不会跟中共玩 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也是在讲 欧洲其实在改变,其实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和政策 危险的文明码,9月3日 苏州推出苏城文明码 其目的是将人分为文明等级 其中文明积分最 高的市民将享受工作生活就业 学习 娱乐等优先和便利,问题是谁有权决定文明的别人 标准和定量分值 二,谁有权利以文明的名义剥夺公民平等 平等享受 服务的权利 文明码就是健康码的延伸 健康码也好,文明码也好 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可能大家不留意 还有一个就是信用 就是人民银行的一个信用评级 就是人民银行有这个管的这个评级 就是当你 出现违约,出现这个 出现被执行,强制执行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被禁止 禁止 住酒店,坐高铁等等 这也是个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么 这也是个类似这样的东西 我们之前有个节目,我建议大家回去看一下 就是关于健康码 健康码是个非常危险的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 把这个 一个市民直接拉到政府面前来的一个工具 就是找到你 然后对付你 你想一下 和政府,一个市民和政府 它是没办法对抗的 因为两者实力实在差别太大 所以人民 人民永远是用一个集体的概念 和政府 面对的 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政府找不出来个体 政府找不出来个体,它只能够整体的面对人民 这就是人民保护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法 这也是个公民社会 为什么要保护隐私的原因 隐私是什么?隐私是一个公民保护自己的最后的一道防线 很多人以为 我不干坏事 我要隐私干什么?我又不怕人看,对不对 不是这样的 你不能够让政府找到你个体 是公民保护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 当你被政府找到你的时候 你就会被政府单独的去面对 人民不能集体的面对政府的话,人民是没办法对抗政府的 这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社会学层面的原则 所以 健康码 是一个非常恶毒的产品 延伸出来 文明码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健康码会延伸出各种东西来 各种东西来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个专题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做了还蛮多的工作去研究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情况,老共的 渗透洗脑实在太厉害了,我的一个表亲在台湾出生 长大受教育 30年前在台湾见过面 后来我家移民来美,没联络,前几天收到一个亲戚转来的两段信息 简直不甘相信,他是一个 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台湾,他说 现在大陆各地蒸蒸日上,极力向前 只是对世界的宣传不够力 西方手段,西方人手段卑劣 欺骗中国又骂美国 好吧 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其实核心的是什么 媒体 观点,CCP的洗脑壁,王老师说的还要可怕 老家的人现在还一口咬定,病毒是美国故意传染过来的 我说这属于战争行为,如果要正式必然要开战 而且如果美国要投放,为什么只投放 武汉 说不通 也不符合流行病学的规律 然而,掉眼镜的是我爸 是我爸 说你让美国打过来啊,我无话可说,一说到CCP 200斤 不好就恨不得掐死我 情况 现在医院开始限制开药了 一是移除报销范围,二是限制开药数量 得多跑,另外就是限制一些 药物的使用,不然扣分 还有专门检查的人 情况 最近几个半年多没见面的老朋友距离一下 有的还在做着财务自由的梦想 有的人像我一样会心慌 大概也是感觉未来不可期吧 我很想推荐王老师的节目给他们,可是交流中出现很多障碍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他们交流这些话题 因为大家看到的 大家都看到了文革 怎么说呢 我昨天也碰到一个场合 也有人在问这些事情 大部分的人,其实我自己感觉,大部分是有感觉的 只是没那么 证据确凿 因为没有媒体系统性的告诉他们 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中国发生事情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没有媒体系统的在做这些报道 就是说他们没有看到媒体系统报道这些东西的媒体 就是我们了 那当然 我觉得其实 稍微的他们 找一些他们信任的人 跟他们点拨一下,很多人都会改变看法 因为其实 在他们的生活中,很多东西都已经 有征兆 中国人其实很敏感 中国人很敏感 就是 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惊弓之鸟 中国人很敏感,很怀疑 因为他们的生活给他太多的这种 伤害 但是你说的,刚才网友说的这些例子是什么 就是他内心的这些恐惧,内心的这些东西,他不能说出来 他不说出来 他嘴巴还得硬 他还得帮200斤辩护,还得帮CCP辩护 但其实他心里是怀疑的 这叫看遇到什么事情 遇到什么事情 特别是像网友的爸爸,这个爸爸肯定经过文革或者什么 他嘴巴上不能讲的 因为家里人都有可能会告密,文革就是这样 所以不必在这些事情上太计较 太计较 有机会给他一些提示就好 他愿意听就听,他不愿意听就没有办法 不必强求 这个事情真的是 不必强求 这是少部分人的事情 情况,美国从大中小学开始全面筛查无症状带病毒者 各社区都有免费的drive through的监察点 任何人都可以预约测试 这个国家测试率可见一斑,总人数还会持续上升 情况,上海公立学校 开吹风会降低老师工资 王老师能深入点评一下吗,老师降薪的优先级 还在 公务员国企职工之前吗 应该不是 应该是公务员和这些 事业单位都已经降了 老师应该是在最后 为什么,因为老师的影响力大 老师在 在对中共来说有两 两个人群 是他要保的 一个人群是什么,就是老师,还有人群是公务员 其实还有一个,还有一块是原来不用保,不用理 本身过得很好,就是医生 但实际上你看啊 现在就是中国社会三个 就是比较 收入比较稳定,而且比较好的,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 国企 一般 国企其实 看单位 国企我们不算的 这三大块 就是公务员,事业单位 然后是老师,还有是医生,医生那块已经早就已经,疫情之后就已经 已经 已经很不理想,很差了,医生那块已经 沦陷了 那么 剩下来 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一定是公务员,然后就是老师 公务员跟老师,公务员跟老师的原因是什么 医生那边沦陷的原因是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疫情之后大量的中国的病人不去医院,不敢去医院 所以中国的就诊率一下子掉下来 原来中国的就诊率本来就不高,其实中国人在全世界的就诊率 是非常低的,为什么就诊率低 因为肯定就是医疗负担重 医疗负担重导致什么,导致中国人个个都变成百度 医生 什么叫百度医生 我咳嗽 上百度,咳嗽 百度出来一条,下面咳嗽什么什么病 然后就下面就一票医生的广告 给你推荐各种药 然后自己就跑到病房里,药房就买药 就这么吃了 不敢去医院 现在中国人都变成什么,百度医生 去百度自己给自己看病,给自己孩子看病,给家人看病 大概都变成是这样的医生 所以中国的就诊率是很低的 本身就非常的低 因为医疗费用很高 就是医疗福利很差 那疫情之后 就诊率就更低了,因为大家不敢去 大家不敢去的后果是什么 原来的医院生意非常,生意兴容 各个支出都非常的庞大 然后就诊率下来,医院的收入一下就掉下来 医院收入掉下来,原来医院 一年收个一两亿 很平常 你现在变成了三四千万,什么情况 那大家收入都要下降,要么就要炒人 但是医院你很难炒人 因为医院很多流程,它是互相 互相关联,中国的医院管理非常落后 它所有的东西都用人来填 用人来填 它不是系统管理,它非常的混乱,就是中国的医院的管理 全世界最落后,最差的管理 为什么?生意太好了 生意实在太好了,根本不需要 你让病人上蹿下跳的,你看中国的医院就是 你干完这个去交费,干完那个去交费,干完这个去交费,天天 医院里面全是在排队的人,它这流程设计一塌糊 不像一样 为什么?生意太好了 但是你疫情一来 这个就准率下降,医生肯定大家都降过 跑不掉了,没有一个医院能够幸免 这是医生 公务员跟教师,公务员跟教师全部吃的是黄粮 全部是黄粮,那你想一下 现在财政状况是什么状况 举债度日 现在都是举债,各级政府 除了中央政府 各级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 区政府 都是举债度日 举债度日 那大家收入就要下降了 跑不掉了 未来几年都是这样 现在轮到上海了 上海 上海扛不住了,我估计北上广深都慢慢都会 慢慢都会发生 观点 我是相当相信病毒来自实验室,我一直跟随王老师这么多时间 我说的是现在没有实际证据证明来自实验 实验室 一切都是猜测 我希望川普会在10月份来一个总统选举前的最后大招 公布实验室泄露的证据 那么对中共是致命的打击 是 你现在谁在控制实验室 中共啊 中国嘛 中国在控制实验室,那谁会有证据,不会有人证据 除非你是情报部门 通过 情报手段 获得的这些证据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其他的人 会获得这个证据 除非 石正丽逃跑了,叛逃了,真叛逃了 大家记得 有谁在说石正丽叛逃的吗,记得吗 这个 这个YouTuber,大家记得哪个YouTuber宣布石正丽叛逃的吗 有没有,记得吗 你再回去查一下 石正丽叛逃,你就取消那个 关注就对了 观点,病毒大概率是人为的,因为源头不配合 很难证明 所以多数科学家不会下结论 观点,川普怼记者说的很对 如果美国不检测,记者就会天天骂你,为什么不检测 检测了以后,记者又拿检测数据 高说事,还拿美国数据去跟其他根本不怎么检测的国家比较 就是搞事情 OK 观点,比集中力量班大使更恶劣的口号是 稳定压倒一切 稳定压倒一切就是警察全力压倒一切 就是武装力量压倒一切 包括压倒公正,压倒自由 可以付出所谓的代价,不惜把国家变成一座监狱 这就叫稳定压倒一切 真正的民主国家是公民权力高于一切 稳定压倒一切是谁发明的 江泽民发明 谁把他发言光大 胡锦涛 所以其实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跑得掉 观点 病毒会在任何一个国家发生,不分体制,但是 民主和专制的区别在于事后 民主国家一定会问责 然后修补漏洞立法,避免以后再发生 两者无可避免的话 如何降低损失,而专制同样的错误 会犯两次,然后开庆功宴 然后坐下来等下次 疫情,而且再次 再重犯一次错误 非典就是 非典就是这样 没办法读完了 Patreon 我不知道我的认识是否正确,特别请教王先生 其实绝大多数中国人民 虽然收入不足2000元,但是 几十年前只有几十块钱 他们一起很满足 就跟一家公司股东 股价虽然不如其他国家,但是已经上涨了200倍 已经很满足 就算墙外怎么骂,中国人民其实是既得利益者 就算墙打破也会继续支持中共,这是个非常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洗脑论调 洗脑论调 为什么是个典型的洗脑论调 就是 原来我只有两块钱 我现在变成200块钱 虽然我现在比其他国家还差,比隔壁邻居差 但是我已经涨了 涨了100倍 我应该感谢我们家长 我们原来是两块钱,我们现在已经变成200块钱,这已经改善了很多 这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当初只有两块钱 别人已经是2000块钱 为什么别人2000块钱变成 变成3000块钱 你现在还只有1000块钱 或者100块钱 200块钱 明白吗 就是你要从开始就要明白 当然中间有很多资讯的 中共其实 中共其实编故事编得很完整 他把历史一起改变 他从 从5000名文明就开始 开始编故事 编到你眼前 所以呢你 很难去反驳 比如说他说 就中国一穷二白 连这个火柴都做不了,骗人吧 骗成什么样了,你看看东北是什么情况 你看看那个 你看看上海是什么 中国 49年以前 我们说战争之前吧 中国其实发展还是 不错 他就一直在骗你 其实那两块钱开始就已经骗你 所以整个的逻辑就不通了 理解吗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真相 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些 都不是真相 都是骗局 所以你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 观点说服国内人,国内媒体不可靠的重要证据是人民网16年前,一篇叫做 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 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与舆论传播引导力的文章 里面强调了党的新闻 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必须信党 内容 如果媒体信党,那国内的媒体 其实都是 共党的广告,卖的就是共产党就应该统治中国 既然是广告 就会有各种手段 即使是欺骗 片面报道的 我在大学1984年,我们上的第1堂新闻学概论 新闻学概论的第1堂课 我们老师在黑板上写的第1行字 叫什么,叫党的新闻事业 是党的喉舌 这是我们上课,上新闻学概论的第1句话 这就是整本新闻学概论的 所有内容 也就是中国 新闻的所有内容 为什么中国新闻,不是党的新闻事业,他不是讲党的新闻事业 是的 在中国 除了党的新闻事业以外,没有其他的新闻事业,只剩下了党的新闻事业 所以在中国 新闻媒体 就是党的喉舌 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所以你想一下 他们讲的都是党在跟你讲话 那你觉得会是真的吗 一定不是真的吗 对吧 所以你被骗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因为党的喉舌 一定是在讲 党想讲的话,不是事实 他是 你想知道的事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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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王老师辛苦了,今天终于赶上直播,非常高兴 谢谢 谢谢,谢谢 王先生辛苦了,请王先生喝 桂林罗汉果茶 桂林的罗汉果很有名 在法兰西吃包子,好久不见咯,王先生好,好久没来互动 奉上一杯咖啡,祝王先生美席工作愉快,谢谢 姥姥王,谢谢,前几天看到 看到个油管自媒体称赞 王健 我立马留言 赞赏 主持人的观念正确,结果他给我回话说 你就是那个姥姥王 姥姥王你真的知名度很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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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了王先生为武汉人的遭遇流泪的画面 先生的人格让我钦佩,先生加油 感谢你支持 谢谢 你说的非常对 那个人和我一样,在英国没回去 你怎么那么厉害,佩服啊 谢谢 谢谢 韩国朋友,谢谢,情况,王老师好,我是 油管会员,油管是不可能取消会员阅读的 但是他们 应该采取了其他的方法 比如提出问卷调查,问你的视频是否感到不适 然后有五个新 评级,我果断点五星支持,这种事情已经第3次了 这证明你的分析切实 让他们感受到伤害 请 请您一个坐下去 请你一直坐下去,我会时刻支持你的 感谢你韩国朋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现在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 我们下个节目 非常的能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